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批改革创新成果将在全国推广 2016厦门世界半城铁人三项赛名枪开赛 澳大利亚和南非选手分获男女组冠军 海仓天竺山景区抓紧灾后重建景观再提升 明年元旦将重新开园免费开放 今天是2016年的11月13号星期天 农历10月14 我们来看今天下室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厦门把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新的支柱产业来培育 不断孕育发展新动能 目前全市已集聚了集成电路企业70多家 这其中不仅有多家行业巨头 还成长起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骨干企业 预计到2025年 我是集成电路产业产值将达到1500亿元 旱天天城是一家在火炬高新区台湾科技企业 玉城中心孵化出来的企业 公司主要研发方向是集成电路产业的上游 碳化硅的生产和应用 据介绍碳化硅是当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第三代新型半导体材料 与传统硅器件相比 碳化硅电力芯片能减少75%的能耗 大幅降低各项设备系统的整体成本 所以说我们的产品不光是在尺寸上面 我们同步与世界同步进行六寸 同时在产品的质量上面 我们可以说也是走在世界的前列 目前公司组建的厦门市碳化硅半导体材料重点实验室 获平2016年厦门市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将设立一支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 进一步吸引碳化硅产业上下游企业和人才落户下门 政府对这个集成电路这一块的高度重视 出台了一系列的这种优惠政策 也吸引了一大批这种大型企业的落户 那么这些大型企业的落户带来的这种聚集 或者说是这个吸引的效应非常的明显 能够吸引周边的一些高端的人才聚集 近年来我是通过引进大项目 培育大企业 吸引高端人才 推动厦门集成电路完成跨越式发展 目前全市已有70家集成电路企业 涌现出优逊高速芯片 汉天天城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具备成长潜力的本土骨干企业 与此同时 积极引进联新 三安 紫光科技园等龙头企业和项目 目前总投资62亿美元的 联新集成电路制造项目进展顺利 项目一期将于本月正式投产 紫光集团投资40亿元设立的 厦门紫光科技园 即展瑞大厦电机 有望成为国家级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总投资30亿元 主攻方向是研发生产化合物半导体芯片 如今 厦门集成电路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了覆盖芯片研发设计 制造 封装 测试 装备与材料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 厦门新正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一大引擎 预计到2025年 厦门集成电路产业产值将达到1500亿元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做好自贸试验区 新一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 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新一批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 其中 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推出的税控发票领用 网上申请等一批改革创新成果将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由厦门市国税局率先全国在自贸区内推出的 税控发票网上申领系统 把发票领用从实体办税服务厅搬到了网上 随后又复制到了手机客户端 而且发票网上申领的范围也从普通发票拓展到了所有的税控发票 让企业所需的发票都能实现足不出户网上领用 EMS免费包邮上门 首先 如果你要来柜台购买发票的话 你要带一些像经税盘以及身份证 但是如果你直接在办公室采用这种 采用这种网上购票的方式 差不多在一天左右 现在可以网上申购买票嘛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相当于说 我们平常工作人员的话就不用说 跑到柜台这边来购票 时间上面的话就是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据介绍 这项网上申领增值税发票的服务 预计每年能为纳税人节省半税成本超过5000万元 截止到今年前三季度 已经有3.5万次的纳税人通过网上申请到了 约800多万份的发票 并且我们在自贸区还联合地税 推出了二维码一次性告知服务 在此项举措中给纳税人办理了更多的服务项目 作为新一批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 厦门自贸片区税控发票领用网上申请的经验 将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除此之外 厦门自贸片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作为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要试点项目之一 也被商务部评为全国自贸区八个最佳实践案例之一 将进一步在全国复制推广 同时整体的营商环境趋于国际化 也让厦门自贸片区内的新兴业态 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比如以飞机融资租赁为代表的融资租赁业务 近两年就在厦门快速发展起来 截至今年上半年 厦门的飞机租赁业务已经成功操作了24架次 进口额突破17亿美元 厦门已经成为排名全国第二的飞机租赁集聚区 数据检示 厦门自贸片区自去年4月份挂牌以来 累计引进的企业数量超过2万家 注册资本3597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片区国民生产总值281.5亿元 比增12.6% 进出口额971.09亿元 比增6.48%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报道 连接思敏区和湖里区的第二条穿越仙月山的隧道 连越隧道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隧道东洞已在近日贯通 这标志着隧道工程东西洞已全面实现贯通 预计明年春节前隧道将全面完工 具备通车条件 届时驱车从南山路到连越路将耗时不到5分钟 最后贯通点位于隧道东洞在华融路的出口段 属于浅埋暗挖隧道 最浅附土仅有2米 且为地质条件最差的五级为延 施工极为艰难 施工单位将挖掘断面化整为零 每天进度只有半米 硬是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 完成最后600米浅埋断隧道的绝境 实现东洞的贯通 此前隧道西洞已在6月完工 这也标志着隧道工程已全面实现贯通 连越隧道是继仙越隧道之后 又一条连接斯明区和湖里区的重要通道 隧道穿越岛内中部仙越山 分东西两洞 按城市二级主干道标准建设 最高限速60公里 其中东洞隧道长1618米 汇集仙越路和连越路的车流 经桥越路自南向北下穿 沿华融路过南山路 宜兵路 兴隆路后出洞 构成初岛的又一条通道 同时在南山路 设一处长221米的左转A杂道 分流往长岸路方向车流 辐射到湖里老城区及保税区 西洞隧道长1130米 汇集仙洞路和嘉河路 西向东的车流 在南山路华融路交叉口前进洞下穿 向南沿桥越路在仙越路交叉口前出洞 方便湖里康乐新村等片区居民出行 同时以通车的仙越隧道 将为主承担湖里老城区一带 往仙越路的交通 与西洞隧道形成功能互补 连越隧道建成后 将满散仙越山中段的南北向通道 并有效分流两侧嘉河路和东渡路的交通 据了解 目前连越隧道西洞隧道 已经完成消防 通风 排水 照明等设施的安装 具备了通车条件 东洞隧道正加紧贯通后的 二次衬器和装修施工 也力争在明年春节前建成 具备通车条件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上午备受瞩目的2016 厦门世界半城铁人三项赛 即铁人市井赛资格赛厦门站 在会展中心拉开大幕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俊 好的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举办世界铁人三项赛 这对于厦门来说还是首次 来自57个国家和地区的 2179名运动员 在厦门的美丽赛道上 向身体的极限展开了挑战 上午9点半 市领导叶崇耕 国贵荣等嘉宾 为比赛铭枪发令 职业男子组选手率先出发 五分钟后 职业女子组选手也相继入水 半城铁人三项赛比 在全程控计70.3英里 也就是113公里 其中首个项目的游泳赛程为1.9公里 选手们要在海中沿着三角形赛道 顺时针方向完成了比赛 现在是上午的11点左右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自行车项目的幻象区 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 这些选手们刚刚取好自己的自行车 准备进行第二个环节的比赛 铁人三项赛的第二个项目是自行车 赛程的全长达90公里 选手们经过会展中心 往环岛南路 云顶南路 再到环岛南路 直至龙虎山路交叉口折返 而后沿环岛南路 环岛东路 过五沿大桥后 距方中路到宿户路交叉口附近折返至会展中心 按此线路再骑一圈 最终回到终点国际会展酒店旁的幻象区 这一条赛道可以说是厦门岛东部最秀丽的地带 不仅能够领略海天一色的自然风光 也能感受到厦门最新的城市变化 随着赛程的推进 时间进入正午时分 选手们纷纷进入了最后的21.1公里的跑步赛段 这一赛程也正好是全程马拉松赛的一半 选手们沿着环海观光道向南 在阳光海岸路段折返 再跑回国际会展酒店 完成三圈后 抵达位于会展中心的终点区 中午1点25分左右 伴随现场观众热情的欢呼声 来自澳大利亚的乔西安贝格 率先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 最终他用时3小时56分51秒 获得了2016厦门世界半程 铁人三项赛职业男子组冠军 职业女子组冠军 则被南非的珍妮希摩获得 成绩是4小时24分3秒 根据赛事安排 厦门战比赛将决出2017年 世界半程铁人三项锦标赛50个参赛名额 和15个科纳铁人世界赛名额 本台记者报道 作为2016厦门国际时尚周的压轴大戏 昨天晚上2016华人时装设计大赛 圆满落幕 入围的29位选手经过现场绘图 剪裁以及作品展示等环节的激烈角逐 最终来自武汉的90后选手 胡楚楚脱颖而出 摘下了会关 梯台上正在展示的这些作品 就来自于本届华人时装设计大赛 最后入围的29位选手 现场他们凭借自己的作品 冲击最后的冠军 虽然他们中的多数都还是服装设计界的新人 但展示出的作品却相当成熟 无论是对时尚元素的运用 还是对设计细节的把握 都让现场的观众和评委连连称赞 最终来自武汉的90后女设计师 胡楚楚摘得了本届比赛的桂冠 胡楚楚说 这次参赛的作品 是她根据厦门的滨海环境特别设计的 尤其是在颜色方面 融合了沙滩的金色和海水的蓝色 也正是对这两个颜色的完美融合和展示 让她的作品获得了评委的青睐 我觉得厦门给我的感觉非常浪漫 并且惬意 然后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表达出 湛蓝的海水和金黄的沙滩 这些给人带来的舒服的感觉 据了解 本届华人时装设计大赛 面向全球华人时装设计师 时装院校师生 及时装设计爱好者征稿 共收到了470份 来自亚洲 欧洲 美洲 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优秀服装设计作品 赛事不仅对参赛作品进行考量 同时还现场考核了 参赛选手的手绘能力 及立体剪裁水平 从综合能力方面 选出华人时装设计的优秀人才 本台记者报道 截至11月1号 全市家庭医生的签约人数 已经突破了40万人 签约率达19.1% 已经提前完成了 中央深改组和七部委指导意见的 签约覆盖率要求 从今年9月初 家庭医生正式上线签约 到11月1号 签约人数突破了40万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我是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能够进展得这么顺利呢 来看记者的调查 黄振江是海仓海发社区的 一位普通居民 今年9月初 厦门家庭医生签约正式上线后 黄振江早早地就与 海仓食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签约了家庭医生 他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经常给他们宣传 签约家庭医生的好处 还组织服务团队方便他们签约 今后他再也不用一生病 就往大医院跑了 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 可以直接找家庭医生 问诊开药 方便多了 看到黄振江签约家庭医生后 带来的便利 现在社区里越来越多的居民 有了签约家庭医生的意愿 在许多社区居民看来 签约家庭医生除了看病更方便了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也更有保障 据介绍 我市建立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 依托于具有厦门特色的三师共管模式 这一模式以家庭医生为责任主体 以大医院的专科医生为技术师称 以经过专业培训的健康管理师为辅助 形成了小团队作战的模式 这种医务人员组团服务的模式 有别于一连体式的机构间的组合 它更为贴近患者的需要 签约对象的信任度更高 履行签约协议的可操作性也更强 我们组建这个团队我们注重的是以质量为主 不是以数量来考核这个团队的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只要求每个团队要服务500人 而且这个500人当中要有慢性病人的占60% 普通人群的占40% 那我们注重的考核在他的质量 在他的服务 要让这一模式持续健康推进 除了百姓受实惠 如何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 厦门明确规定 居民每人每年120元签约服务费 全部用于激励签约服务团队 其中20元综合考核后 按考核分数激励签约团队 20元由机构统筹 用于家庭医生签约相关工作 剩下80元由团队长考核后自主分配 这样算下来 每个团队成员每年收入将较以往增加 三至六万不等 基层医务人员的服务积极性显著提高 我们每个团队都积极性很高 我们的收入待遇比原来也好了很多 截至11月1号 我是家庭医生签约人数 已经突破40万人 签约率19.1% 已经提前完成中央深改组 和七部委指导意见的签约覆盖率要求 尽管签约人数迅速增加 但我是的家庭医生签约工作 并没有急于一开始就全面铺开 而是以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和65岁以上老年人为重点人群 也就是慢病先行 长者优先 目前全市65岁以上老年人的签约率 已经达到45% 本台记者报道 厦门天竺山景区 是我是唯一的国家级生态旅游景区 由于在墨兰地台风中受损严重 天竺山景区一直处于避原的状态 我们的记者今天到景区采访了解到 目前园区的灾后修复工作 已经完成了总量的75%左右 整个园区将在明年元旦重新开园 免费迎客 记者今天从天竺山西门沿路而上 整条环山道路已经全部清理干净 道路两边的一些小的山体滑坡 也已经处理完毕 而天竺山的东片区 已有部分景区完成了修复 11月1号已经部分向市民开放 天竺山景区素有厦门后花园之称 台风墨兰地来袭 景区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五条主要道路大小塌方75处 被破坏的线路全长近40公里 木栈道断裂大量树木折断 几排水设施中断 景区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尽快实现景区开源 天竺山景区管理单位 抓景时间组织力量 开展道路轻障 编坡加固等工作 目前对景区造成最大影响的 山体塌方的加固工作 大部分已经完成 景区方面还邀请了 专门的设计研究机构 对修复成果的安全情况 进行了检测 而剩下的远离景点的山体塌方 将在后续逐一处理 因为我们这是三地公园 所以它滑布很厉害 它的施工难度都特别的大 所以说我们这次 是在12月5号之前 能够把它整个完成 据介绍 天竺山景区的修复重建 是海舱区灾后重建的收官之所 在修复重建过程中 景区还根据各损坏点的实际情况 应地质疑地规划设计一些 小景观和观景平台 以及车辆交汇点等 并对景区进行绿化彩化提升 让天竺山的景区比台风前 更美 更亮丽 就是我们的灵向改造提升 因为这个台风 对我们整个灵向的景观 破坏也非常的严重 那接下去我们会对 我们的景区的主要节点 还有就是车行道 主干道的两侧 进行这个采花提升 这个是在元旦之前 计划在元旦之前能够完成 那我们的计划就是在 2017年1月1号 元旦全面免费 对这个市民有个开放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如何让地处偏远山区的孩子们 同步享受到城区优质的教育资源 记者了解到 图安区教育部门正积极推进 远程同步互动教学 充分利用新技术 实现远程同步互动教学的 多种互动功能 提高互动教学质量 地处同安城区的 阳宅小学 上午9点15分 一堂别开生面的音乐课开始了 卢老师正在交唱儿歌 母鸡叫哥哥 而远在36公里之外 莲花镇白交瓷教学点的 七位小朋友 也通过他们教室里的屏幕 和阳宅小学的同学们 一起食谱哼唱 两个班级距离虽远 但同学们上的却是同一节课 声音清晰 画面流畅 课堂气氛 积极活跃 向人抱起天快乐 我看出来你很骄傲 挺自我 你看他连动作都怎么样 都出来了 用哥哥 用动作来表示 太棒了 大家给他掌声鼓励 同安偏远山区学校 缺乏音乐美术等学科的老师 不过不要紧 随着同安区实施的 远程同步互动课堂 再远的距离 学校和学校 班级与班级之间 都能实现同步互动教学 无缝对接 据介绍 杨宅小学 不仅能和莲花白交瓷教学点 莲花中心小学 西藤小学 连接在一起 还能和吉林长春 树勋小学 台湾新北瑞芳小学等 开展常态化教学活动 记者了解到 目前同安区各职属校 中心校都有专门的教室 通过远程同步互动教学的 交织网 山区教学点的孩子们 不仅能和城区的同学们 一起学习 共同进步 甚至还能体验到 其他省市的优质教学资源 本台记者报道 下面来看一组显信 近日 阿里研究院发布 2016年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 我省共有八个城市 入围电商百家城市 分别是泉州 厦门 福州 莆田 张州 宁德 南平 龙岩 其中厦门闯入全国电商百家城市前十 名列第九位 随着全国各地的大批快件陆续运地 我是 今天厦门快递派送高峰正式来临 根据统计 今天我是快递派件量达76.7万件 比去年统计增长78% 收件量达169万多件 收派件总量达246万多件 再创历史新高 由于今天是周末 部分预留单位地址的快件无人签收 预计明天周一将迎来新一轮的投地高峰 近日 省形象设计协会来下 展示我省十年形象设计产业发展成果 随着人们对美的认识和要求不断增强 个人整体形象设计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我省这一领域发展较早 率先在全国依法注册第一家形象设计行业协会 与形象美学 它跟我们个人的形象打造是有直接关系 并且形象是我们一个人的素养和生活品质的一个直接体现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